泰国一支青少年足球队的12名成员和他们的教练在泰国北部严冻受困已经超过10天 一名搜救人员在执行救援工作中罹难 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宣布将派遣工程师协助救援 有关详情下面就请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为我们介绍 湘云 这支足球队的12名年龄介于11到16岁的成员以及25岁的教练 自6月23日起受困在泰国北部青来省一处被洪水封住出口的沿洞 7月是泰国的雨季 如何在大雨来临之际协助少年离开积水严重的溶洞 是泰国政府和来自全球搜救人员的燃眉之急 美军印太司令部星期三派出30多名军方人员协助搜救 当中包括数名救生专家 美国驻泰国大使戴维斯在声明中说 美方将持续支援泰国政府不停歇的努力 一直到受困的13人平安的离开洞穴与家人团聚 然而本周预计在泰国北部持续数天的大雨 增添了搜救人员救援的难度 美国国家洞穴救援协会的代表安马尔·莫尔扎表示 尽管美军搜救人员经过扎实的训练 假如天后不佳 搜救人员也束手无策 来听莫尔扎怎么说 美军搜救人员训练有素 经历过强度非常大的训练 然而身处这么危险的环境 需要极度小心 想让孩子平安地活着 离开洞穴存在很大风险 这一切都取决于天气 如果天气合作 最好的方法是搜救人员持续进入洞穴 协助他们离开 假如天气不合作 他们在洞穴里待着的地方 会变得非常危险 甚至会被完全淹没 这种时候也没有其他选择了 搜救人员也束手无策 没有两全其美的选择 每一种做法都很难避免伤害 尽管抽水机目前正以每小时降低一厘米水位的速度 抽走洞里的积水 连日大雨的可能性 使得积水退去的一天变得更加遥远 青莱省政府目前考虑的营救方案 包括在短时间之内 教会这13人潜水离开洞穴 然而这13人都不会游泳 而走完逃生行程大约需要5个小时的时间 另外一个计划则是让这13人待在洞里 等待积水退去 熬过将近4个月的雨季 星期五 前泰国海军海豹队成员萨马恩 他在搜救过程中 因为没有带足足够的氧气瓶 而在离开溶洞的路上丧生 这增加了一些人对于让这些少年潜水逃生的担忧 国家洞穴救援委员会的莫尔扎表示 为了让孩子们生存下来 冒险势必是无法避免 下面来听莫尔扎怎么说 在搜救行动中 我们称这为应急计划 意味着我们需要为任何可能的结果做准备 他们已经开始训练这些孩子如何潜水 假如他们身处的洞穴完全被淹没 那么就没有其他选择了 要么冒险潜水 要么淹没 选择只有两个 冒险或是死亡 假如洞穴没有完全被淹没 那他们可以在那里停留一阵子 救援人员也有更多的时间训练他们潜水 这能增加他们存活的几率 与此同时 洞穴的抽水也在进行中 如果不下雨的时间够长 水位降低 他们将能走出洞穴 训练潜水的时间也就不必要了 不过就目前而言 这样的训练能鼓舞这些孩子 这是心理学的一部分 因为他们正在为了改变所处的情况 做出正面而具体的努力 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星期五在推特上说 将派遣工程师前往泰国协助救援 预计星期六抵达 马斯克还提议 可以在抽干部分积水之后 将直径一公尺的尼龙管放入洞中并且充气 让孩子们顺着这条通道爬出 泰国政府表示 马斯克的团队可能提供包括定位追踪 抽水以及电池供电等协助 好的 感谢向远文文发来的报道